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枪枪新春闹斯卡 我给大家拜年了 拜年 拜年也得呼呼掌吧 拜年也像鞠躬道歉 像是谢罪 咱们做的有点像日本人的份 做的比较低 今天很高兴 因为是大年初二 而且是我们枪枪新春闹斯卡大结局 今天第五项最大的评奖就要评得出来 而且今天我很高兴 什么情况 美女如云 我跟你说 平常做枪枪三人行 老就见徐子东 梁文道这俩光棍 不是光棍的 徐老师太太也很漂亮 反正今天见到三位美女 格外比你们养眼多了 平常也都见 没办法一起见 今天咱们是广众全收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都是我的老朋友 我们枪枪三人行的老朋友 这么多年来 真是风风雨雨 特别不容易 首先咱们看看这一位学者 他最喜欢的是张爱玲 头发一边好 运气比较好 欢迎徐子东老师 谢谢您好 特别祝那些没办法回家 在异乡过年的朋友们 希望你们过年过得好 好 谢谢徐老师 那这个再介绍 那就是跟我关系非常那个 你不要每次都给大家这种错误的观念 对 好不好 讲话要清楚一点 跟你的关系非常的 行 我跟你爸关系好行吗 行行行 这个 占你便宜 这位uncle我不建议 曾大哥的女儿 曾宝一咱们的开心果 咱们喝彩 各位全场三人行的观众朋友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是大年初二回娘家 希望大家一路平安 可惜啊 只能看见你的上半身 阿宝 其实今天阿宝穿的裙子 特别有节庆的气氛 给我们秀一下 有没有一种在那个东北餐厅的感觉 哎呀 太好了 我跟你说 跟我妈那桌布一模一样 太过了 好 反正喜庆嘛 还有你看又到了咱们这个大美女 你看人家的名模就是会穿衣服 路一级换一身 广北今天这衣服有什么讲究 今天特别讲究 我今天穿的是70年代的泳装 真的假的 70年代人穿这里有泳吗 我告诉你 我今天的衣服呢 除了它没有那个裤装之外 你看以前70年代美女的泳装 就是这个样子 很保守的 哎呀 我喜欢70年代 你不是这样 好 这位黑衣男子 他是文道 这文道咱们说了 这个 虽然长得比较像个阴谋家 但是可爱找女人的好 所以你看给他安排一拖二的阵影 咱们给他透个才好吗 不错不错 那么祝大家今年新年快乐 风平浪静 风平浪静 这话有意思啊 风平浪静是最好的了 对吧 就是因为你看2008一开头 风很不平啊 浪很不静 是吧 闻到这个深有感触啊 现在那位美女 大家呀在很多这个影视剧里 肯定见过她 我觉得她的这个特点呢 是经常会说出一些 你绝对意想不到的话 真的吗 对 所以你的日本名字叫做不可思议 对吗 真的 欢迎袁令 各位方黄卫视的观众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大家都身体健康 刚才文道老师说是 风平浪静 我也希望我们大家都是 健健康康 然后希望我们天气 能够风调雨顺 你知道没有 人家这个演员 跟你们嘉宾就不一样 人家会找镜头 你们说话就是看着现场观众 说你呢 说你呢 我也是演员 说你呢 许老师 别叫他 好 那今天呢 五位这个嘉宾 我们枪枪的老朋友 在一块要评出一个大奖 说我们学人奥斯卡 奥斯卡评的是电影 我们今天也叫选秀 但是呢 也不是选超女 也不是选快男 我们选的是年度大事 大新闻 从里边我们找出候选的奖项 而今天的奖项呢 为什么出都美女如云呢 为什么三个女评委来啊 因为我们今天评的是 最猛老帅哥奖 请看大屏幕 在过去的一年里 他们说一不二 他们搅起波澜 性感与年龄俱增 皱纹 随笑容荡漾 世事纷纭 难得解 在乎人后人前 当面算账不算账 背后枪枪 真枪枪 枪枪新春闹斯卡 年度最猛老帅哥奖 今日揭晓 我们这个枪枪新春闹斯卡 推委会 到底推出了哪五个候选人 咱们待会再说 一开头啊 你们得帮我做广告啊 咱们就开个小会 各位嘉宾都谈谈 我们这个最佳老帅哥奖的 伟大意义好吗 先从阿宝 你来吹捧吹捧我们 我们这个奖 你是怎么理解的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 其中一位候选者 他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挺好的 他说 人生五十还可以再开始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老 你不要以为老了 人生就已经告一段落 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就可以说 盖棺论医或者怎么样 其实人生到了五十岁以后 还可以重新再冲刺 再创一番新的局面 只是呢 我觉得既然有老帅哥 怎么没有老美女 这是我希望明年 能够再多一个这样的奖项 这两性要平等嘛 对不对 是啊 对啊 老美姐 别讲老美女 现在都讲熟女 熟女熟女 对对对 你能讲你自己吗 光美 我是 我是 你是老 我是熟女 对 你如果说我是熟女 我也很高兴了 来接受这个奖项 但是你如果颁发一个 老美女奖呢 我先给你翻脸 你看男女不公平吧 男的就一定要做 他说的非常对 这个奖啊 实际是临头改了个名字 开头呢 叫做年度最猛帅老头奖 更糟糕 但是后来 不是你要翻都没有人要来领 你知道吗 没错后来后来看几个候选对象 怕得罪人家不高兴啊 干脆老帅哥 这个才改了一个名 所以这人呢 都是碎数 好 现在给大家看看 五位候选人 看符不符合你们的心意 请看大屏幕 枪枪新春闹斯卡 最猛老帅哥 入围的有 李易中 局长快跑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 62岁 腰板值 嗓门大 上进率高 有一个政府车后台 快步他就胆大妄为 什么那种巨穹 五毒巨穹 枪枪新春闹斯卡 年度最猛老帅哥奖入围者 李易中 世永信 少林寺 少林掌门 世永信 一把念珠 一身袈裟 和唐庙宇一样 驰骋上海 运筹帷幄 江湖人称 少林操盘手 国门CEO 出家人生活 你还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们在 没有信 虽然是待不下去的 枪枪新春闹斯卡 年度最猛老帅哥奖入围者 是永信 杨锦麟 有报天天读 什么可以用来圈 大马 塞药 他被称为凤凰卫视最有人切的老头 人称凤凰火宝 我能被提名 不是我的形体 不是我的心 枪枪新春闹斯卡 年度最猛老帅哥奖入围者 杨锦麟 杨锦麟 老少无猜 他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一场忘年之恋 让86岁高龄的他成为中国年纪最大的争议人物 我觉得翁凡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 婚后三年 坦称与28岁妻子翁凡有代沟 并直言支持妻子将来再嫁 此言一出 与金四座 让青年男女自叹不如 枪枪新春闹斯卡年度最猛老帅哥奖入围者 杨振宁 2007切格瓦拉牺牲40周年 如果他活着 现在也是老头了 枪枪新春闹斯卡年度最猛老帅哥奖入围者 切格瓦拉 好 五位老帅哥都亮相了 咱们也掌声给他们喝彩一下吧 哎呀 这五个老帅哥非常不好办哪 在投票过程之前咧 咱不得先聊聊吗 阿宝 杨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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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说选了五天 我只认识这个 这是真的唯一面对面会见到面的 所以你还说你喜欢老帅哥 五位里边你就认识一个 你能有脸说你喜欢 我所谓的认识 不是说我在电视上看过他那种认识 而是我真的见过他本人 见过老两个人 对 然后呢 跟他一起合作过 这个交情 你见过谁本人 杨锦玲老师 杨锦玲 可是我是 我必须要说 我是真的真心支持杨老师的 理由 理由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棒 哪什么地方棒 就都很棒 你知道那时候我第一次录《枪枪》那时候是在香港 还在香港录影的时候 我其实最期待的不是坐在那个桌子上 不是说不期待你啦 那也挺期待你的 但我最期待的就是在化妆间或者是说在走廊上跟杨老师不期而遇 而且我每次都会很恬不知耻的对他大叫 偶像 然后他就会说 哎呦 真不好意思 然后这样走掉 偶像是什么意思 偶像 偶像啊 我以为什么台湾话 偶像 偶像 然后我在香港大概录了一年多 每次看到他一定会这样喊 所以全化妆间的人都知道 我真的很喜欢他 好 行 咱们看看 徐老师 你喜欢谁 你可以说一个 现在先说一个 我当然说 切格瓦拉 哦 你选格瓦拉 在座的可能有些人都不太熟 你为什么喜欢格瓦拉呢 因为它是我知道的左派人士当中最值得尊敬的人物 这五个人如果有谁见了我会说偶像 那就是切格瓦拉 那现在咱们来看看原历 你选谁 我 李毅忠 李毅忠 对 为什么会选李毅忠 我很 就是很高兴能看到围观当中有这样的官员 不是说在打官枪 不是说在敷衍 不是说我想了我的乌纱帽 不是 我就是来 也许我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此起彼伏 这个摁下去 这个又起来 因为太多太大了 但是我 我可以讲实话 我可以讲一些 我们经常没有听到过的官枪 就这种话很难得能听到 你也觉得他是个围观当中的性情中人 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不知道 对 李毅忠 最大的特点就是怒 那每次新闻出现 这李毅忠 这个怒 其实我觉得还好 只不过是大部分人不怒 才显得他怒 其实我觉得他还好 但是我倒觉得 在这个老帅哥评选当中 好像是有一个要素啊 这个人得是性情中人 是不是 猛 其实相信 人往往比较可爱 是吧 不是 其实往往性情中人比较可爱 他会有 他没有包包 就没有包过的那么好 他会有时候会讲出一句很性情的话 也许有缺点 但是你觉得非常可爱 不是说哎呀 非常好 非常完美 什么都是好的 没有任何优点 也没有任何缺点 转身走 你没有印象 啊 就多发发脾气就对了 那么尽管每个人都说了他的心中首选 但是呢 最后咱们第一轮到底选出哪三个老帅哥 还是得在选票上见 所以现在就在你们美人的选票上 勾出你心目中的三位老帅哥 现在投票 大家为美女鼓鼓掌握好吗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看看符不符合观众朋友的预期 第一轮投票结果 请看大屏幕 最高 李易中 你看大家刚才聊了半天杨锦麟 实际上票数最高的还是李易中 票数第二的有两位 杨锦麟 哥瓦拉 哎呀 那么很遗憾的 咱们这个少林寺的试永信和尚 和杨振宁物理学家被淘汰了 所以现在第二轮中选的是 李易中 杨锦麟和哥瓦拉 这三位 其实这少林寺的这个试永信 也挺引人关注的呀 又得奖 又奖名车呀 而且还是什么给什么手机号码啊 开光啊什么的 引起很多争议 对 对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因为太有争议了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是枪枪新春闹思考 我们要选出一个年度代表性的人物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一是比较有公信力能够说服大家的 二就是大家也觉得说是真的做的挺不错的 像这种争议性的人物 我觉得有时候选出来会让大家有一种错觉 就是不知道到底我们的价值观跟态度在哪里 所以可能他的票数就比较低一点 讲老帅哥 单说谁说了算 我觉得美眉们的意见也很重要 对吧 你什么样的这个算老帅哥呢 哎 别忘了咱们这春节还把我们中华小姐出动一下 你这凤凰卫视中华小姐 你想想在这些十八九岁吧 最多二十出头吧 这么一些小姑娘的眼里 这些个老帅哥 他们是个什么观感你们想得到吗 现在咱们请看大屏幕 在我每一次看到杨老师在电视上就是 不停地在说话的时候 我也想 哎 这老东西他从哪里找来这么多东西讲 他这一辈子都是在积累 看到他的时候觉得原来和尚也可以这样当 也可以做生意 开公司 还能拍电影 还能选秀 觉得他应该是跟一个也算是一个跟娱乐沾边的人 切格瓦拉为什么他太帅呢 我应该是革命家的 再其次呢 其实他还挺浪漫 大家大家都觉得吧 他其实说是革命家可是他没什么天分 他的革命呢 领导的战争都没有赢到 可是呢 他就是很浪漫 就那种不要命了的那种精神吧 特别让人觉得还挺吸引人的 只要他一出现基本上就是出现在地底下的 而且是黑黑黑的洞里面 然后可能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在外人眼里面应该是感觉真的像天堂掉了地 地狱一样的感觉 为什么我觉得他很帅呢 大概是女人之间常常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看一个男人他魅力在哪里呢 就是看他的配饰 那配饰呢 除了手表 鞋子和皮带之外 就是他的女人 我看到他的女人呢 就知道这个男人他要怎么样 他有没有魅力 他有没有人格 那我觉得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 旁边带了一个二十几岁如花的美艳少妇 那他一定是非常有魅力的 所以有四永信被选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四永信没有女人嘛 没办法注定要被选下去 没有 我必须要说 为什么我没有投杨振宁先生 是因为我并没有把老少恋这件事情看得这么严重 就是从我打从心里面 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件大家应该就要接受的事情 所以我并不觉得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就值得当上今年的最猛老男人 我是这样想的 不是最猛老男人 是最猛老帅 对不起 对不起 像格瓦拉 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看格瓦拉 你说格瓦拉这个人物到底该怎么看他呢 一方面你说他是一个为了理想可以健身的人 但是我记得也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就说你可以为了你自己所钟爱的理想 献出你自己的生命 但是你没有权利让所有的别人跟着你 为了你的理想让他们都献出生命 应该这样说 我们现在讲的格瓦拉跟实际上的格瓦拉 到底有多少距离已经很难说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偶像化的 而且是我们心目当中的 在某种程度上 刚才那女孩子讲的真好 她是革命家 然后她浪漫 而她革命还不成功 她还是浪漫 你知道革命是一个这么美好的理想 可是我们这一代人 现在活着的所有的中国人 都保藏了这革命的苦果 但是坚持革命的浪漫 所以大家喜欢格瓦拉 相比之下 其他在革命阵营当中 有谁能够站出来跟他比 革命阵营当中的人 没有 但是我觉得呢 如果接下来要再选的话 我就不会选格瓦拉了 为什么 就三个你们要选两个 就是因为 我很喜欢格瓦拉 而格瓦拉的一生 当然有很多争议 关于他的传记 各种语文里面 出了不下一百种 那么各种细节都有人在争论 我认为它绝对是代表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理想 它是一个象征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不选的地方就在于他没老 他一点都不老 我觉得格瓦拉是世界上 唯一一个永远青春的偶像 他是那么的浪漫 而所有这些中年人 老年人 曾经当年被他鼓舞过 或者想要参与他的人 现在都老了 而且变得很犬儒了 变得很虚无了 价值上是真空了 这时候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嘲笑自己的过去 嘲笑过去的偶像 包括格瓦拉 所以就开始挖苦他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嘲笑他 对绝对不应该嘲笑他 但是正因如此 我觉得他的青春 他的年轻 就是格瓦拉 最重要的一个力量 他是一个永远没有老过的人 他的年轻 跟他的浪漫 跟他的理想是结为一体 所以你如果说他是老帅哥 我就没办法接受 但是呢 你们刚才也说了 光选格瓦拉不行 而且文道还表示 可能剔除的就是这个格瓦拉 因为不符合老帅哥的标准 那你们其他几个 你们说说 要是这三个候选对象 剔除一个剔除谁啊 刚才谁还没发言呢 我吗 你剔除谁 你不要谁啊 我其实嘛 因为我 因为你们都在说 你们特别那个 像阿宝刚才说 特别崇拜杨锦麟老师 我怕我一说 你们会骂我 我骂你干嘛呀 自由社会 因为我 因为我是 因为我没有跟杨锦麟老师 有这么近的接触过 我就没有见过他本人 那刚才文道老师说了 杨锦麟老师的这些专注 对自己工作的态度的专注 可以这样去直言不讳的 表达自己的态度 特别欣赏这样的人 可是我恰恰看到 都是他的电视上的一面 那我想说的是 有报天天独我看 哎呀我说的我脸都快红了 有报天天独我看 但是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太闹 就是他说话太快 他的信息量太快 他没有给我一个中间的空隙 让我去想 我觉得这不是他的错 这是宋皇的错 没有宋皇给他的时间太少了 那他可以少一点啊 没有这个世界每天都发生这么多事情 其实他一定已经剔除了很多他觉得很难以割舍的事情 而且他有很多幕后英雄 他后面有很多非常好的编辑 帮他准备了这么多材料 他不舍得丢掉 杨锦麟呢 老师挺不容易的 我那天看一下 一天要看一百多份报纸 这家伙 所以我说他们这个老新闻评论员呢 都是新闻呕吐机 每天放着新闻台 听着新闻广播 看着一堆报纸 然后每天进去 然后呜啦呜啦啦就这么出来 对啊 所以你难怪他快 他要慢点他就忘了 他得赶快说 但是 我这是观众啊 我是一个观众 没错 你讲的也是观众意见 但是我请老杨回应回应你好吗 咱们这个杨老师 咱们也给他准备了一个短片 让他给咱们这个选民们 来介绍一下他自己 来 枪枪三人行 十岁了 或者你啊 现在呢 吃的东西比较好 应该开始要发育了 该长什么就长什么 所以呢 在这里先表示一下 忠心的祝贺 枪枪的开播之前 我也试过 跟曹景星一块呢 跟窦文涛试过 他们觉得我不够格 不够班 后来觉得呢 杨锦麟如果不常来 三枪三人行呢 对这个节目来讲 一个浪费 所以呢 人才是要挖掘的 所以呢 杨锦麟这个废物啊 没成想 也能有余乐余光 枪枪的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 我希望他做的办得更好 昏断纸 还有什么呢 有时候来一点什么什么 潜规则问题的谈判呢 可能对我们的话题 收视力就会大大的提高 好 这个杨老师指的我们 枪枪三人行 潜规则了 所有的女嘉宾 都跟我潜规则 太好了 就像阿宝刚才讲的 杨老师是我们 这么多候选人里面 我们唯一能见着 唯一在我们身边 心见其面 那我再让你们 跟一个人见见面 跟李一中 见见面好吗 看看能不能改变 你们的选择 咱们来看看大屏幕 什么六政剧全 五都剧全 这个检察院和法院 怎么回事 你两年了你不怕 你见到没有 这也算官员中的 性性中人吧 啊 居老师有没有打动你啊 当然了 没话说 李一中也没话说 对吧 我觉得有一个小问题 问题在哪呢 就是李一中的确是 我们中国 就是常常见到的官员之中 说话最敢说 那么常常出来 批评各种问题的一个人 但是呢 我一直在想的是 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我觉得他是性情中人 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官员 但是我觉得 他是个有点悲剧的人物 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样的一个制度 使得那些事情 不是一件事 两年他会自动办 非要一个局长去发火呢 就我觉得他的 获选或者我们那么喜欢他 某种程度上 正好反射出来 反映出来的就是 我们面对着一个 有点悲剧的状况 好 那现在 从你们的选票当中 每人划出 就是三位候选者嘛 你们每位划出 两位 你们心中的人选 现在开始投票 会论 年度最猛老帅哥 第二轮投票结果是 请看大屏幕 李毅中还是贯彻始终的 李毅中一直就是全票 杨锦林三票 现在咱们就剩下这俩了 就剩下这俩了 亲爱的格瓦拉 对吧 离我们远去了 格瓦拉肯定是 对 格瓦拉统治 格瓦拉维问一下 去掉了 我为什么 我还想讲一句 切格瓦拉 虽然这个人 大家面目模糊 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 可是他的精神今天还在 很多人知道 有一批 我最近知道 有一批北京的退休的高官 他们就继承这个精神 提出写公开信 要求通过财产申报法 公务员的私人财产申报法 这种事情是很切切实实的 格瓦拉精神的发挥 现在没办法 只能再次纪念格瓦拉 我们因为就剩下两个人了 就剩下两个人 这个复杂局面就出现了 李毅中一个 还有一个是杨锦林 我先问问你们态度 徐老师你选谁 我说实在话 我非常喜欢杨锦林 不仅喜欢他个人 而且有报天天读这个节目 在中国有特殊的意义 他是可以说 在知识分子层 跟一般民众 甚至高层政府官员 获得海外信息的 最直接的渠道 连很多高官 这个杨锦林告诉过 我最高层的领导 得到的很多 这个information 这个信息都是通过他的节目得到的 所以凤凰我们称赞他的节目 有一个说法 叫刘长乐头上两把刀 杨锦林和斗文涛 一把是斗文涛 为什么说他们是两把刀呢 就是因为他们在我们舆论空间的边缘作战 剃刀边缘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 也佩服杨锦林 但是 没了 但是什么 但是我讲了 我讲了 以整个中国的这个影响 实质的影响来说 我大概还是会支持李一忠 好 李一忠 哎呀 可惜啊 人家那个杨锦林老师啊 连那个获奖感言都提前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就要看吗 感谢我们枪枪这次的活动 感谢广告观众的热情的投票 感谢你们给我一个最佳帅老头的这么一个荣誉 虽然这个荣誉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经济上的效益 但是它至少会给我带来精神上的满足 我知道你们希望我像奥斯卡奖一样 感谢无数的人 我觉得呢 我偏偏不 因为要感谢是我自己 为什么呢 没有我自己的努力 没有我自己的打拼 我怎么有今天能够的凤凰这个平台 哎 怎么回事呢 哎 有展现自己怎么回事呢 一点知识分子读书人 这么一个原则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但是 但是非常抱歉 杨老师 还不一定是您得奖的 获奖感言 你怎么会现在就让社群看了呢 我先放了 待会结果一出来就没人要看了 谁说什么都没人听了 也算帮杨老师拉拉票 怎么讲 他有时候会耍一些东西 我觉得那个东西很酷 比如说他做节目的时候啊 有时候他会坐着坐着 就说好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讲这条新闻呢 很多观众会看不到 因为我相信他们会把它卡掉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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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就卡 果然就卡了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这两天 这两天 这个杨老师闹示威呢 那天凤凰太空站 不是采访他吧 言语之间 那家伙说的很明白了 对 一天他能做十几个节目 你知道吗 就是工作量啊 能够这么大 然后开始跟老板要加工资 最后 最后结尾的时候 还是广州话 空着镜头 这个表情 他不是像咱们开玩笑 说老板加工资 他不是 路塞 该人工了 就是说老板 杀人工啊 杀人工啊 所以你看 这也是反映他性格 这一面啊 那个广美呢 最终选择谁 我完全没有挣扎 虽然我一开始表态 我会 我非常的 这个崇拜杨锦英老师 因为我觉得 他真的是我们生活中的 水空气 想要讨话少说 说你的决定 李一中 还是选择李一中 是 你呢 对 李一中 李一中 那咱们现在就是 那我这样 我要拉一下票了 你给谁拉票啊 给杨老师 你到底哪头了你 我这些就是游戏不去 现在的局势啊 是三 三个人支持李一中 对吗 四个人吧 没有我现在还不知道 他没决定 有一票没决定的 三个人 我们三个是 那边 有一个是支持杨锦林的 对吗 徐老师也是 徐老师是李一中啊 对啊 对吗 所以你们仨是李一中 文道是杨锦林 然后阿宝未决定 那现在文道 你从来的少数派 这回你就是少数派 对 那按照我们的规矩呢 这第三轮呢 要看看啊 谁拉票拉的好 嗯 你现在你是少数派 那么你现在要选择一个 你的拉票对象 因为你只要把你的关键一票 拉过来 能够说服他 这攻心战术能够成功 那么你看 比如说你把阿宝拉过来 你就有 加上你 你就有两票 对不对 阿宝没有 不是阿宝 我不用拉吧 你要拉一个最容易动摇的人吧 对不对 阿宝现在还没决定呢 阿宝算中间选民 他还不算这那个 是吗 那你觉得 当然选广美了 行 广美有把柄在我手里头吗 行 我们那些照片 假情关系的 那这个就由文道去拉拢广美 但是你光拉到广美一票啊 你这一方还不足以获胜了 因为你只有一票 对对对 所以我主持人又用到我了 我天然的站在少数派一边呢 我帮你再拉阿宝一票行吗 好好好 他们俩是不会改变的吧 也有可能会改变 对 我拉阿宝一票 然后文道拉广美一票 看看是不是最后广美和阿宝都能够改变态度 投向文道 这样文道这一派就赢了 这个很激烈了 咱们要到舞台中央去 来 请先请这个广美 因为你是被说服的嘛 所以你待遇比较好 坐在公主坐的椅子上 谢谢 但是文道 你要好好表现一下了 对对对 你将如何来说服 广美呢 你给他多少时间 怎么都行 我先跟你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阿宝翻译一下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想说不太大是不可能的 Mission impossible is nothing 现在 很简单 我觉得刚刚大家都在 有一点 有一点我觉得我们不要搞乱 就是大家都说 我们今天要选一个最猛的老帅哥 对不对 然后呢 说着说着呢 我们开始谈论了很多东西出来了 比如说开始谈成就的问题 比如说李毅中 他是一个负责全国范围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官员 他的影响当然比杨锦麟要大多了 我完全不否认 我完全不否认他的影响力大 他能够做的事情很多 但是呢 如果要说成就的话 我觉得要看的不是成就大与不大 而是你成就了多少你该成就的事情 我说到这边就会说到一个我自己觉得最要害的地方 刚刚大家没有谈到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很佩服李毅中这样的官员 敢说话 敢发脾气 可是在我的心目中 安监总局的负责人这个职位 或者说任何一个官员 他最重要的东西 不是骂人 不是发脾气 我很佩服李毅中 他敢说话 你说的很对 他影响力很大 他做对了很多事情 但是我要求还要再高一点 就是有没有办法协调 是所有的这些意外的发生的情况 能够再获得改善呢 比如说事后的救灾的准备 好 我不能够支持 但是我要准备 应灾 好 说得很好 做对 做法对不对 对对 既然发生都该怎么做 能够标准程序 你就可以说到明天吗 对 我还可以再说的 谢谢 也谢谢光美 那下面啊 阿宝啊 阿宝你这个中间派 你这个左右为难的 我觉得今天节目 真的太好看了 我要站在 我现在要站在少数派 我站在文道一边 就是我得帮他拉票 虽然最后我不投票 好 但是呢 我得跟你说说 杨锦麟的不容易 对不对 而且呢 因为我现在也闹不清 你哪头的 我该怎么说服你啊 没有 如果你要帮他的话 你就当然就是要说 杨老师有多好 这样子 其实你说杨老师 他都知道 所以那叫说 你刚才说杨老师好 那你要说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他们讨论的 不是说谁好谁不好 而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就是 有一次杨老师跟我说呀 说你看我现在 我出了这么大的名 我又有什么个人享受呢 我什么也没法图了 你看我的妻子 前妻两母 我也不可能再做选择 对不对 而且你说我吃喝玩乐 哎 我这身体 也不能容许我那么挥霍 你说现在我出这么大名 能有多大的享受呢 全用在工作上去了 哎 我这算不算为他赎杯力转 不算 这不够能说服你啊 你完全是帮倒忙 对 这样这样的 我帮你好 你帮我 你说该怎么夸呢 就是 其实 因为今天是过年特别节目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用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情 对 因为毕竟我们讲你想老帅哥这三个字 你颁那个奖去给他 他搞不好都觉得说为什么是我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用比较轻松的心情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个人本身觉得 我可能会有一点点私心想要投给杨老师 并不是因为我很喜欢他 也不是因为我跟他有树面之缘 嗯 是因为大家想一想啊 你能不能看到刚刚我们那些VCR的画面里面 那个奥斯卡新春闹斯卡的那个讲座是这样子 对不对 这是怎么样 就是如果这个奖真的搬出来了 嗯 杨锦玲老师是唯一我们可以请人把这个奖项转给他的人 如果我们请比方说芙蓉姐姐这样 把那个奖搬给杨老师 哎 这你倒别担心 这你倒别担心 这个你不可能搬给李懿忠啊 对对对对 没有一个人会来领奖的 对不对 杨老师有可能来领奖 所以我觉得这个画面我还蛮想看的 如果你选择了杨锦玲导致最后的票选结果是杨锦玲的话 你知道吗 你就算关键一票 嗯 那个奖杯就是属于你的 这是按照我们的规定 也不会给杨锦玲呢 啊 收买了 你又把票拉走 收买了 而且你在李懿忠 其实我觉得全国有他风尘仆仆到处乱跑啊 他不是乱跑了 哪里有矿难 哪里就有李懿忠 你别小看这几声吼啊 你到底要帮谁啊 你可不可以有点立场 我怎么说回来 我怎么说回来 已经有结果了 你哪头的你是 我们俩是讲相声是吧 尤其你还穿成这个样子 行行行 我跟你没得谈了 对 你自觉吧 那个现在阿宝的说服工作算进行完了 那这个现在的形势就非常诡诀了 因为呢 他们这两票都很难说最后结果怎么样 甚至于刚才辩论的徐老师和一直不吭声的原力啊 也可能在最后一瞬间发生改变 所以啊 结果值得期待 现在我宣布第三轮投票开始 你也在护吗 最后怎么给歌完了 咱们看看 这个李毅中和杨锦林 两位老帅哥 到底谁得奖 我们来看看 那么在宣布结果之前 我们还是赵令 请今天我们的五位嘉宾 站在舞台中央 准备接受嘉奖 好高啊 美女如云啊 美女如云啊 多漂亮啊 你看都想离光维远点 像是紧身感觉我更少一点 来来来来 我们也蹲着滑 蹲到后面去 蹲到后面去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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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张蓝领奖呢 大家都认为 大家都认为 在整个评选过程当中 许子中老师自始至终 面对现实 忠于理想 所以有请徐老师代表 来 代表李懿中领奖 最萌老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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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知识之中呀 你要用这个知识颁奖给他 对对对 徐老师你得来个 你得来个 你最萌老帅哥得奖了呀 闹斯卡大奖 好 那么既然是代表李懿中来领奖 我们的领奖人 也要代表李懿中 就假设你就是李懿中 好 你得到了这个奖 给我们来一段获奖感言 咱们大家欢迎一下 感谢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来 假设我是李懿中 我先感谢杨锦玲 没错 因为我常常看他的有报天天都 有很多旷难消息 我还不知道呢 他先告诉我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杨锦玲 第二呢 这个新春之际 我觉得我跟杨锦玲有点像 我们都是唐吉柯德 对跟风车打仗 我新年的最大愿望是以后 全国的观众 越少在电视上看到我 就越好 我哪一天消失了 中国你们都会高兴一点 谢谢大家 说得好 我发现真李懿中来了 也收不到电视上 感谢大家 那我们这个 枪枪新春闹斯卡 今天大结局就到这里 圆满成功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电视之前的观众 再给大家拜大年 谢谢大家 我最后投的谁 我投的谁啊你 发现小朋友 大家是一条 不来还